我出生時只有兩磅多 我記得媽媽跟我說 也以為我來不了這個世界 我當時也有個孖生姐姐 她很健康,早就已經出院了 我自己就要在醫院留三個月 不是太知道能否活下去 住在醫院三個月後 自己很健健康地出來 一年後,比我更健康 比我更健康,生姐姐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我一出生時開始 已經注定我是一個戰鬥員 經過自己努力的戰鬥員 才能來到這個世界 到我讀小學時 自己的成績不是特別好 我一直都希望能考到全班第一 中學時真的得起心肝 自己要給自己目標 雖然讀書很辛苦 但我知道自己能夠堅持下去 一定可以考到第一 真的可以讓我在中三的時候 得起全班第一 其實自己也很感動 我還很記得自己打開成績表 那一刻 真的覺得自己辛苦了這麼久 成績可以得到一個好的回報 到現在出來社會工作 自己也知道 沒有一件事是容易走的 所以我只要給自己一個目標 要保持自己,而且要堅持下去 無論遇到甚麼困難都不要放棄 必定會有成功 應該